今天會和大家討論一個政壇的八卦 越南竟然說他不怕美國 美國國務院意外的YouTube直播意外地暴露了越南總理的心聲 5月12日 美國舉行了一場美國東盟特別峰會 越南總理范明正同日會晤美國總統拜登 總統拜登表示他一直對越南國家和人民充滿了深厚的感情 范明正將之為形容是特殊關係 又說如果這道菜沒有足夠的味道就不是一頓飯 兩國關係都是如此 在我們之間的關係中有起有落 越南政府感謝美國在艱難時期提供了寶貴和及時的支持 會談本應看似的氣氛良好 誰知道美國國務院剛剛好在YouTube上直播了 總理范明正和隨行人員的對話 在視頻中越南國防部部長范懷南就說 越方的要求、觀點和訊息都很明確 范明正馬上接話 就說跟拜登的會晤直接了當而且很公平 他說 一些不是太友好的詞 他說 越南沒有什麼好怕 說他國防部長得到了總理的支持 范懷南忍不住繼續學洩 就說拜登跟他們說 大家不應該相信俄羅斯 頓時范明正和隨行人員就一起在這裡笑 范明正說其實雙方都沒有取得完全的信任 說回拜登的會談 我真的嘗試多說一兩個說法 盡量拖延這個對話 以前跟他說話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要說很久才能說到共同的話題 然後 范明正和隨行人員就一起在這裡笑 可能畫面有點尷尬 在場有一個女性 就說 畢竟他們目前都是自己人 就是說美國還是越南的朋友 隨後就有越南的安保人員 上前堵住攝像的鏡頭 就說越方的領導人不應該這樣被拍攝 根據BBC 比爾凱頓說 美國國務院不明原因 將這條影片 在YouTube上下架 看上來令到越南人感到尷尬 RFA自由亞洲電台就說 越南的社交媒體使用者 似乎對包括總理 泛明正在內的政府官員表現出的惡劣行徑 感到震驚 分析師也說 這段視頻可以視之為 越南內閣功能失調的證據 以及越南的領導曾在通訊、外交和安全方面的無論 美國國務院隨之亦發佈了 他們一些簡要的宣讀 其中也沒有提到這段視頻的爭議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就知道 為何越南跟美國有好 其實大國的博弈之間 小國要生存 當然是兩邊好處都拿 想不到堂堂美國大哥 竟然被一個越南的小國欺負 壓上心頭 在私底下 在這裏串 美國就無能 我越南也不怕你 大家就要明白到 美國 相比以前 確實國力和國際聲望下跌得很厲害 然後和大家說第二宗 都是八卦 但是和近日的選舉有關 5月21日澳洲工黨擊敗了執政聯盟 贏得本屆的聯邦大選 現任總理莫里森 沒辦法創造三年前 大選逆轉的政治奇跡 承認了敗選 宣佈辭去自由黨領袖一職 莫里森的落敗不單止中國民眾暗爽 就連法國也借機落井下石 彭博社報導說法國總統馬克龍成功連任 外長納德里昂要卸任 膠盤給科羅納 適逢莫里森大敗的消息傳到法國 納德里昂就在交接儀式上說 我自己也忍不住想說 莫里森的失敗 正合我意 莫里森展現出臭名超著 既展露出野蠻和換世不公 甚至可能稱之上是無難 希望未來法國能夠和澳洲 進行坦率 而且有建設性的對話 納德里昂說完 現場傳來一陣陣的笑聲 納德里昂這麼不滿 佳欣 去年9月15日 莫里森聯同美國總統拜登 英國首相約翰遜 舉行了視線上的會議 提出成立澳英美聯盟 AUKUS 加強防務能力 其中包括幫助澳洲獲得 核動力潛艇 隨後莫里森政府宣布取消從法國採購常規動力潛艇的訂單 即使要給違約金 但這個舉動也令法國蒙受損失 損失了來之不易的軍工收入和工作崗位 時任外長 納德里昂和國防部長 法洛 雷倫斯柏里也發表了聯合聲明 說法國在印太地區面臨了 前所未有的挑戰 無論是我們的價值觀方面 還是尊重基於法治的多邊主義方面 美國選擇將好像法國 歐盟的盟友 和夥伴 排除在與澳洲的合作之外 顯示出美國的政策 缺乏了連貫性 法國感到遺憾 馬龍固然大路 尤其距離法國總統大選 那時候還是上遇半年 對內對外都要立場強硬 守護國家尊嚴 以免被政敵攻擊 於是法德里昂作為外長 都難掩他心中的怒火 對法國媒體說 這個舉動就好像向法國背後插刀 是背後插刀 冷耗單方面和不可預測的決定 令他想起 想起特朗普過去的很多做法 法國就召回駐美駐澳大使 同時 英法之間的暴障級訪問也被取消 馬克龍隨後得到美國的示好 國務卿布林肯更加親父法國安撫 展現出 他作為法國強人的形象 為了他之後的大選 打下了一支強心針 相反為求緩解港大話出賣民友的形象 莫里森一方面賣可憐 說自己是為了國家利益 只能夠選擇 傷害法國 另一方面 疑似去了澳媒報導 他和馬克龍的電話短訊的截討 短訊裡面 馬克龍透過短訊向莫里森詢問 關於法澳聯合建造潛艇的紅心 我應該期待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報道說馬克龍不像他所說的 是被蒙在鼓裡 尤其是莫里森在6月的一次晚宴上 告訴馬克龍 澳洲認為法國常規動力的潛艇不適合自己 現在正在尋找替代的方案 馬克龍當時向莫里森發出警告 對於這則澳媒的報導 莫里森辦公室沒有正面回答 這則短訊的內容 解釋說相關的報導內容 能夠反駁一些外奸的言論 莫里森活脫脫延傳新教 賞遠了關公災難 即是公關的調轉 差的意思 尤其一國領導人疑似 將國與國領導人之間的短訊 放在媒體 可笑致極 莫里森敗選後 澳洲的選民紛紛補刀 嘲諷他 名處 尼其拉羅遜就說 很興奮 澳洲喜劇 Kath & Kim的主演 女星馬格達 也公開指責 莫里森 澳洲喜劇團體 Tchaser 也發表了 一條視頻 就是一題為 獻給莫里森的禮物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在YouTube搜尋 都挺搞笑的 那麼大仇口 當然莫里森 霸恩不單止這個潛艇的訂單 中鎖的協議 對內也引發了很多澳洲人的不滿 應對重大災難時 第一 表現不力 譬如2019年 澳洲遭遇到黑色夏天 史無前例的叢林大火 銷毀2439間房屋 近1.43億動物死亡 445名澳洲人死亡 4000多人入院治療 那時候在2019年10月 越來越多民眾向政府求助 莫里森仍然選擇前往夏威夷度假 在他享受陽光與海灘的同時 有兩名消防員在救火的行動中犧牲 第二多次被爆 狂說謊 譬如莫里森跟澳洲最大的福音派的教會 希爾松教會的領導人布萊恩休斯本來是好朋友 但是今年3月當休斯頓被指對兩名女性不愧口 莫里森公開譴責 與布萊恩休斯頓劃清界線 還說自己已經有15年 是15年沒有去過 希爾松教會 誰知道最後有視頻踢爆他 原來他在2019年才剛剛去過 即是相隔不夠三年 大概三年左右 第三就是性醜聞的處理不當 莫里森在任期間 澳洲議會爆出內部強姦的指控 等等嚴重問題 譬如去年2月以離職的國會職員 希金斯自爆 在2019年他在某個部長的辦公室裏給了自己同屬自由黨的男同事性侵 消息曝光後引發了全國的大規模示威 一年過後希金斯也說事件公開至今 莫里森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動作 情況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第四就是大家都比較關心 就是這個中澳 關係緊張 雖然是對外的問題 但其實也影響對內 國內的一些工作崗位也下跌 尤其是例如酒業 南華早報報導說 從2020年12月到2021年3月期間 澳洲的葡萄酒對華出口同比暴跌 96% 是96% 認真誇張 順帶一提 2021年2月 美國向中國出口了 他出口了 給中國價值約230萬美元 容積為2公升及以下的葡萄酒 同比增長210% 兩倍有得 美國就是這樣 建議他的盟友反中 棄中 自己的商界背地裏繼續跟中國做生意 大贊 特贊 同時 莫里森宣揚中國威脅 也嚴重影響了澳洲當地的華人 和莫里森同一個政黨的自由黨 陳君選 他的家人早在1882年 從中國 移居澳洲 計算他起碼都是第四代澳洲人 雖然 達頓和莫里森 房長達頓 和 總理莫里森 試圖表達反對中國人物 和反對中國政府之間 有區別 但是對於 華裔的澳洲人來說 這幾年 受盡歧視 很困難 工黨之所以勝選 都和他們能夠取得 120萬名的澳洲華裔的支持 相當一部分 有個數據 75%都是投給工黨 不知道真還是假 就說工黨勝利 都是和這些澳洲華裔的支持有關 我對這次的選舉 有四大總結 第一大就是 反華牌 繼續是一個最好掩飾內政不順的工具 即使反華去到 好像莫里森那樣 即是人格卑劣 甚至 不是我講的 那些盟友都這樣說他的 人格卑劣 出賣盟友 亦都 經常說謊 但也有一班 死忠粉支持他的 尤其是 雖然莫里森輸了這場選舉 但是在選前的民調 莫里森所述的政黨 輸了給工黨 但是他本人是高過 工黨的候選人 阿爾巴尼斯 第二就是 誠也反華 敗也反華 莫里森錯在 泰國遷就美國 去反華 放棄了很多 亞洲國家 為什麼要說亞洲國家呢 如果你說歐洲 勉強 說得通 因為 你可以說 貿易上 不侵華 貿易和政治 同樣侵美 都說得通 因為始終 中國跟你有距離 但是你本身是亞洲國家 經常招絲夢想自己是歐美國家 然後 沒有去 做好平衡 做到 在政治上親美 經貿上親華 又不懂得搞這個含糊 最終就是重創了自己本國的經濟 其實政治上親美 經貿上親華 韓國也是這樣 韓國 例如文在寅 也是做得不錯 第三 就是中澳關係 會不會回暖 我覺得 會就會回暖了一點 但是也不會大變 尤其在選前的民調 就說澳洲的選民 普遍都贊成 對華 採取強硬的態度 但是 就算去到這個政見溫和的 工黨的選民 也有54% 是贊成對華強硬的 同時 莫里森剛剛也說了 他個人的支持度 都是高過阿爾巴尼斯的 只不過是所屬的政黨民調輸給工黨 工黨領袖 他也挺懂得做的 就知道自己不及莫里森在反華 他在這場選舉 也是有打反華牌的 而且他 即將在24日就會出席 這個四方安全對話的峰會 所以你說會不會說 政治上會立即 親中 可能在 民生 文化層面的社會層面是會回暖一點的 但是政治上的變化未必會去到很大 第四就是我自己最擔心 為什麼呢 澳洲媒體分析的話 澳洲防長達頓 很可能會成為 莫里森所屬政黨的黨魁的有力人選 達頓是哪位呢 達頓就是那位口不擇言 在莫里森黨內的激進分子 為什麼莫里森會越變越激 其實達頓也是一個罪魁禍首之一 因為他就是跟莫里森去爭 爭過這個 總理的寶座 爭不贏 他最後就被迫去做防長 現在莫里森就 要離開了 做不到這個黨魁 達頓會不會做到黨魁呢 記得他曾經在做防長期間 我跟大家回想一下 他說過中國出錢 去賄賂所羅門群島 又說中國會發動這個 化武襲擊去襲擊他國的首都 又說中國是當澳洲是朝貢國 說到好像中國就沒有用真金白銀去買澳洲產品 如果他能夠成為 自由黨黨魁 也有點可怕的 工黨如果假設又真的沒有辦法去把握到執政的良機 會不會過多三年後中澳關係又變回更加差 比莫里森時期 這個是隨時會發生的 這就是我今天的時事評論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也希望大家留言 讚好和分享 說得不好也希望大家留言 反應給我們聽 多謝大家